更多资讯 更加深入 更有力量 欢迎订阅钟周坎会员网站 周周坎拼音的全拼.com 光明正大 萌传媒 各位观众朋友 周末好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 中国热情节目 我是王云 我愿意参加初选 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近日宣布将参选2020年的台湾独独大选 并称已经得到台湾神奇妈祖的祝福 这一消息一时即起千层浪 各种评论和猜测纷纷出炉 郭台铭参选会给台湾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郭台铭的企业扎根大路 他当总统会不会构成利益冲突 更进一步说 这会不会给中国政府介入台湾政治与机会呢 这样一些问题舆论都很感兴趣 据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 取消或者复议了中国30名社科学者的赴美签证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起的反间谍行动的结果 因为美国政府认为 很多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 是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渠道 但是也有评论认为 美国政府的这些行动 是基于国际关系当中的对等原则 那么这种做法对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 那这两国关系会不会造成影响 就这些话题 我们今天请来了三位时政分析人士 一位是明镜新闻 驻华盛顿特派员尤平先生 一位是时政节目周周坎主持人沈渡 还有一位是身在台湾的时政评论人士 侯立帆先生 他们两位是通过skype和我们连线 与以往一样 我们的节目将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播出 欢迎各位发表您的意见 好那么第一个话题关于郭台铭 我想请问一下刘平先生 那么当你第一次听到 郭台铭要参选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是股票走势行情 倒不是说他这个股票怎么样 而是说他这个有关于郭台铭要选 能不能选总统或者鼓励他选总统的消息 就跟这个股市的这个涨涨浮起起伏伏一样 在过去两三年经常的有人 或者不时的有人提出来希望他参选总统 有的时候声音大一点 有的时候声音小一点 就跟这个股市的走势一样 当然现在一下子就到了顶点 这是我的感觉 那么这个说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在美国也投资 在大陆也投资 这样的一个希望能够做到 所谓美中等距的这样一个企业家 很多人对他是寄予厚望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 台湾的这个根基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关于经济 那么如果他在经济上 能够以他的经商的这种才能 带给台湾新的契机的话 这应该会很受到台湾的欢迎的 尤其是国民党 当然很希望是他 我想现在大家对他的兴趣点 都在这些主要的方面 但是实际上讲的郭台铭 虽然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但我们并不清楚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请问一下台湾的豪立范先生 那么在您的印象当中 这个郭台铭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台湾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他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如果他从事政治的话 我认为他可能就是一个 所谓的强人政治这样子 因为他过去对他诽谤他的人 定是提出诉讼 而且是告到底 在股东会开会的时候 他也对那些闹场的小股东 一定是把他们的全体赶出去 所以有人为他这种形象所着迷 认为经营家公司 就是要有这种破例跟执行力 那公司才会有良好的绩效 可是也有人认为 郭台铭经营的富士康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血汉工厂 自己赚很多钱 却对员工很苛刻 那之前富士康在大陆的连续跳楼事件 也曾引起广泛的关注 那时评而论对他正面肯定的声音 我想还是在台湾是比较多的 他的正面的评价主要是一些什么 就是他经营这个企业 因为他毕竟在台湾这个华人社会 是很讲究学历的 可是他的学历其实只有中国海专 并不是所谓传统的硕士博士 或者是蓝营这种所谓高知识分子 可是他今天能够把一个企业 经营到这么大 为最有名的iPhone来带工的话 很多人是对他是有 觉得他有他自己经营企业的一套 这个硕士的方式 那么这次参选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是一个强势人 有媒体把他的一句话挖出来了 就是说他说过民主不能当饭吃 那我想请问一下沈渡先生 你觉得郭台铭参选 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候选人 我因为这个对台湾没有一手的感觉 但是我看了很多分析资料 如刚才那位先生所说 郭台铭在台湾被人称为 企业界的成绩思汉 说鸿海集团所到之处白骨累累 可以看出他的性格非常的强势 我认为他说出民主不能当饭吃 这句话确实刺激了很大一部分人 似乎跟传统的专制社会 或者跟中共的说法一模一样 我觉得他说出这样的话 也是在情理之中 因为第一 他是1950年出生 我们知道二战以后世界秩序 才有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很多的老年人 其实是有这种家长制 封建专制的思维 第二 他成长于国民党执政期间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民主 第三 他是一个企业家 而企业家天然 他就跟专制有关系 或者他比较崇尚强势 即使川普也不能例外 第四 他是在太阳花期间 说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符合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吧 我觉得可以理解 那我们现在讲 郭台铭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这次参选到底是什么的目的 他真的是对政治感兴趣吗 刘平先生 你要看这个郭台铭 长久以来 他刚才讲的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 或者是他曾经讲过 说这个总统是最不值得做的这个位置 你要觉得做总统太辛苦了 好像是这个 万方都盯着你看 你就要这个格外的这个 觉得没有办法发挥 因为你做企业跟做总统 你这个在制衡上是很大的出入的 所以你要看他过去的讲话 那你就可以理解到说 他呢这个是一个 两位当时都提到 是一个很强势的作为 那么很强势的人呢 他恐怕就不以现有的为满足 我不但是一个企业叫成功 我也就希望整个的企业经营的背景 能够是符合国家的发展 所以呢干脆 玩起袖子来 那进一步就扩大我的这个版图规模 川普总统呢 就是他也是从企业作为总统 孙中山先生将是觉得 这个上一要一国了 虽然是一生 我不只是要救一个人 我要救亿万同胞 所以呢这个强势就形成了他这种魄力 这个魄力就产生了他的格局 所以他要选总统呢 是有应该有这样的背景 那么这次他参选总统的话 实际上不仅是在岛内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 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现在呢就说有一个 评论或者说一个传闻说 郭台铭参选是中共的战略部署 我想请问一下 郝先生您对这种说法的评论是什么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其实仔细比较郭台铭 跟中天中士集团的蔡衍明先生 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是很典型 蔡先生就是很典型的红顶商人 而其实郭台铭 他跟这些大陆的红顶财商不同 他是非常热爱中华民国的 他的企业办活动 在开始之前都是要唱国歌 那大陆是不会认同这种行为的 我们看到昨天播出郭台铭的新闻 郭台铭的帽子上面 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 也被打了马 被央视打了马赛克 这个所以郭台铭 捍卫中华民国行为 跟立场其实 相较于独派是更让北京觉得头痛的 因为台独北京会公开去反对谴责 可是民主自由 中国大陆就不好公开的去这样反对 只说他不搞西方内靠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北京受益 郭台铭来选这个 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郭台铭他是在大陆的根基很深 就是他的 他在大陆的很多地方都开了场况 他的富士康 是全国都很有名的 所以呢 实际上这里还是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利益冲突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沈多先生 你觉得他当选 如果是当选了美国总统 sorry 如果他当选了台湾的总统 那利益上会不会有直接的冲突 首先根据台湾的选举法 台湾参选 或者当选总统以后 什么财产需要有信托 这个据说郭台铭在一年之前 就开始招手准备 有些企业的经营权交给别人 他这个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想说刚才那个 就是北京是不是受益或者统战 我想这个统战的界限是很模糊的 可能暗中鼓励 或者一两个中间人去说服他 再加上跟他一拍即合 我想是有的 因为基于刚才他对民主和专制的这个看法 以及他在大陆的利益 大陆我觉得比 至少是比蔡英文 甚至比韩国瑜更加欢迎郭台铭这样的人 能当上台湾总统 因为根据最近被赶出台湾的李毅教授 他这个也是现在引起这个舆论热潮 他曾经就坚称 他曾经坚称那个 2020年是一个关键节点 武统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蔡英文当选的那一秒 蔡英文连任的那一秒 所以这次无论是韩国瑜还是郭台铭 可以看出大陆应该非常看重这次 这次台湾总统选举 如果再来一个独派或者绿营的 那么台海的局势就很不稳定 所以我认为郭台铭和韩国瑜这次的 可能是作为一个双保险或者有个层次的递进 所以您的观点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延伸了这方面的看法 但是目前针对郭台铭参选 还有一种说法 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这种评论说 维持参选而没选上 对郭台铭作为有利 因为这样做一方面让郭台铭对北京有所交代 另外一方面对郭台铭也没有损失 我想请问一下刘平先生 你对这种看法的评论 其实这么讲 北京当局现在对郭台铭并不喜欢 或者说的更白一点 习近平对郭台铭一定会有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郭台铭在高峰的时候 他的企业94%的员工是在中国大陆所雇佣的 现在已经降到60%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逐步的 把他的企业转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么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大陆 那你就是这段时间跟某一个常委 或者跟某小数的常委关系很好 并不能保证说将来换了天子的时候 或者说是政治局的改组之后 你继续可以保持这样稳定的关系 不尽然的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经营的环境 那么郭台铭其实他是很了解 那么这个他去的时间很长 那么在那个地方的扎根很深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呢他对那里的情形的了解 恐怕也是很深刻的 那么说到说这个 他对于这个中国的认识 那就好像说他现在对美国的认识 那你如果对中国对美国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那你会选择中国或者选择美国 当然你的企业的需求是一回事 但是你看郭台铭现在的整体的做法 与其说这个他会不会受制于中共 或者说中共现在对他讨厌到什么样的程度吧 你的观点倒是给我们提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么实际上现在郭台铭参选呢 大家都知道他实际上是属于初选的阶段 就属于国民党内部的初选 所以我们也想就是说来分析一下 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处境 我想请问一下侯先生 那现在他在党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知道前不久国民党才授予他了资深党员 我觉得这个身份也挺有趣的 我想请问一下侯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这个党员的身份主要是感谢他 在国民党最艰困的时候 以他母亲的名义捐款给国民党 但是资深党员本身并不能直接 就是以现行国民党的规定 不能直接来参与总统的初选 所以恐怕这还有在中常委跟其他人 来替他修党商来做解套 那么既然他是国民党内部的初选 那么就涉及到他和初选当中的对手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就是有台湾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还有就是在2016年大选当中败给蔡英文的朱立伦 然后我想请侯先生来比较一下 这三个人你觉得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现在目前民调看起来是郭台铭的这个出选的几率是比较高 如果他有办法顺利参加初选的话 那其实王金平的话是机会是不大的 因为目前看我看遍的各种民调 他连绿营都赢不了 那朱立伦是在就是柯文哲不选的情况下对上绿营一对一的时候 他的赢面还是有的 那郭台铭是能够就是在柯文哲也参选 绿营也参选的情况之下能够同时赢过两个 所以我认为郭台铭目前的赢面是比较大的 那其实朱立伦也并没有说输得太多 因为国民党中央其实之前一直在捧韩国瑜 那有些人也希望搭韩国瑜的这个便车来选这个立法 台湾的立法委员 所以才把韩国瑜拱出来 那现在郭台铭可能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所以其实只要初选回到一个公平的机制 让大家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其实朱立伦还是有他的空间 但是王金平的这个空间可能就不是很大了 因为他这个太阳花旋律跟马英九闹翻 其实国民党里面很多人是不支持他的 好 刘平先生你刚才 刚刚从台湾回来 我想请您就目前的这个形式来比较下 这三个国民党的初选人 是 我这个赞成侯先生所说的 就是这里边的王金平他应该最后就是一个比较陪绑的关系 那么这个朱立伦他原先就已经讲了 就是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愿意支持韩国瑜 那当然现在那个时候是没有郭台铭的因素 现在有郭台铭的因素的话 然后他投入党内初选 这个民主政治可贵之一就在于他的这个程序 那么就大家来参加初选 初选里面谁出现了 然后最后大家都来支持他 所以这里面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郭台铭的声势是最旺的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变数 这个变数 这个所谓的变数 不是并不会真正的会影响他的参选 但是会构成的这个若干的障碍 也许是短时间的 比方说这个党章里面究竟怎么规定的 我不是国民党员不是很清楚 但是像刚才侯先生说的 这个是不是要经过修党章或什么的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刚才我们您王允先生提到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因素 那么就我想到一个电影 那个空军一号 当这个恐怖分子 劫持了总统的女儿的时候 那么这个总统 美国总统恐怕也必须要低头 那么这个中国会 我们倒不是说中国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而是说这个这么大的利益 也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你怎么样跟选民呢 有一个清楚的解释 这也是他在 这个从开始党内初选 就会绵延不断 甚至可能会发酵的议题 他必须清楚的面对 好 那郭台铭呢 实际上他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现在媒体大家都关注到 就是他人脉非常的广 不管是中国的习近平 还是美国的特朗普 好像都可以 他是触手可及的 这样一个成绩的人物 那么很多人认为呢 这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他是可以讨论一下的 他到底是一个好事呢 还是一个坏事 我想请问一下 沈杜先生您的分析 我认为郭台铭参选 肯定和川普当选有一定关系 据说在川普当选以后 郭台铭又有表录出 参选的 以后现在全世界分为反传统 或者说保守主义兴起是一个潮流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是东亚国家 原来被认为不适合参选的企业家 现在可能也被人所接纳 所以他趁这个东风 也可以给他造势 但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以及东亚这种文化 以及国民党的这个统治的历史 跟美国还不完全一样 所以造成人们更多的忧虑 但是现在郭台铭的民调 我看了最新的民调 好像他是除了韩国瑜以外 最高的 而韩国瑜据说不参加初选 只采用征召 所以如果郭台铭 从现在的声势来看 还是很有希望的 郭台铭这个话题 实际上有很多可以谈的 我还想谈一个小话题 我想请刘平先生来说一说 就是因为他宣称是得到了 妈祖的托梦 我想非常有趣 他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下 强调这一点 跟台湾的这种文化 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的 因为妈祖其实是福建人 因为台湾当初也是 渔民的数字很高 然后出海捕鱼 就是希望得到妈祖的庇佑 在台湾风气是非常盛的 像前几年台湾推动要入联 公投 在内部公投 然后到美国来到纽约去诉求 那么当时很多人到纽约 到联合国总部附近 然后集会游行 那其中就还把妈祖婆 从台湾请上飞机 然后带到美国来 所以当时不是有这么一个笑话吗 他说飞机要准备 他就听到柜台广播 说林默娘女士赶快登机 林默娘女士请登机 林默娘是谁呢 就是这个妈祖的这个本名了 那么这个这一次呢 是这个 这个 郭台铭说的 得到这个妈祖托梦了 然后呢 现在这个最新的笑话之一 待会还讲之二 之一就是说 所以有一个人讲说 这个妈祖啊 并没有给我直接托梦 但是呢 我这个做了几个很奇怪的梦 醒过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脖子很酸 然后呢 膝盖啊 就这个股 这个关节地方有点肿 然后呢 全身就有点这个疼啊 这怎么回事呢 啊 原来就是酸 肿 疼 痛嘛 就酸 中痛 就是这个闽南语的选总统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 就是这个 现在最新的笑话之一 另外一个笑话 不是很好笑的 因为就是 别人就发生地震 别人 可能别人会遭到不幸 或者不变 但是这个最新传出来的 说这个 为什么台湾会有地震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打电话给妈祖 然后这个希望妈祖给我托梦 指示我这个前程 指示我这个 到底走哪一条路 所以都打电话给妈祖 妈祖烦啊 对不对 这么多电话 家里面的铃声响 吵死人了 所以妈祖就把电话 改为震动模式 这么多人打电话 都去震动 结果台湾就发生了地震 这都是这个 从郭台铭参选 得妈祖之托梦 引发的故事 所以看来 郭台铭他刻意地提到 妈祖托梦这样一句话 他是 某种 程度上 他是 依托于社会的 某种文化心理去取得认同 可以这样说吗 是就好像 过年的时候 政治人物就要去抽签 到庙里面去拜 拜完的抽签 而且要抽这个国运签 仿佛这个国运签 就代表着国家 未来一年的走势 那么这个 所以还常常有人去解释 如果这个 这一个 妙抽出 这个钱 另外一个妙抽出 另外一个钱 两者冲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来加以解读 这台湾也是有这个学问的 好了 我们先 把郭台铭这个话题放一放 我们还有第二个话题 就是关于 美国限制 中国社科学者签证的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